记得的话事实上因为现在有之前前段时间有一个报 报告是说Google浏览器既然擠下了IE 不过我觉得那个也不是很准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至少它现在是第二大浏览器 也就是仅次于IE的 Firebox是确定 已经被要超过了 已经被要超过了 到底Google浏览器有什么好用的地方 因为老师平常都用IE习惯的话 你就可能比较早去做其他的比较 我们来看看 这个 Google浏览器一般强调就是它的速度比较快 微软的IE 从7开始 就是比较慢 就蛮慢的 那在8、9 像现在Windows8有没有 Windows8的话是已经到IE10 IE10 如果您是用Windows7就是IE9 IE9 这里面有一个不管您是不是用Google浏览器 这个快速键老师一定要会 就是 网页内容的放大跟缩小 你看我现在这个放大是这样放大 可是 我们在上网的时候如果你要放大 像我刚刚这边 有没有这样放大 老师平常也没有在用这个快速键 有吗 所以这个一定要会 当然你不定要这样你也可以搭配滚了 Ctrl按的加滚轮也可以 好这样这个是第1个 因为这个IE从IE7以后才有 可是其他流览器是很早以前就有 IE就是比较慢 他现在恐龙比较大条 神经比较大条 转性比较慢一点 好 这是第1个 第2个 现在IE到IE8以后 IE8还IE9以后 也有这个功能 因为有些时候老师如果您用的电脑 比如说您在电脑教室 还是用别人的电脑 你总是不希望你的资料留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在Google里面把这个称作无痕式视窗 去3M 无痕的 那在IE里面 他没有翻成动物叫Incribe 就是隐私浏览 那火狐也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说您觉得说这台不是我常用的电脑 那您可以像我在这里 有一个 你点了这个 有没有无痕式视窗 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给各位看 你看 有没有一个spide 这个图就长得不一样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无痕式视窗 也就是 在 上面使用的过程包括你浏览的网站的记录 里面打的那个账号密码他都不会把你存下 都会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在网络安全的部分 您如果说到别人电脑用的时候 IE火狐 还有Google的浏览器都有这样的功能 只是说那个位置不见得都一样 好这个是 在这里 那么还有 这个倒很重要 目前好像IE没有这个工具 我不知道老师平常上网的时候都没有勾记住了 有时候填表单然后你就勾记住了 最后是 你忘记他记住啊 不会吗 因为有太多账号密码要记啊 其他就给你抓 记住就好 但是 等到哪一天 你不同电脑 或者你电脑重新安装的时候 诶 那个密码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他就记住了 你忘记了 有没有用过这种功能 有对不对 那怎么办 爱依跟火狐狗这种功能 就是直接查 事实上我部落鬼有一篇文章 那个 浏览人是很多的 就是如何查询密码 有很多工具 有些人是帮自己查 有些人是帮Anata查 对不对 想了解一下Anata到底在 在干嘛 那有些人是父母非常好 关心小朋友 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在干嘛 好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 有很多东西可以帮你查 不管你的Outlook那个密码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呢其实他只要有勾系统 你们都 我们都可以找 那么只是说 Google跟火狐狗它有内建的工具 你就不要那么麻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在这边 你可以从这边 我可以从这边的设定 进来 我往下找 在这里 进阶的设定 给您看一下在这边 有没有你填过的密码跟表单 在这里 你可以直接管理你储存的密码 这样你了解吗 当然预设还是 我们的密码是一个圆圈圈或一个信号 对不对 你可以按显示 他就把那个密码秀给你看 这样你知道了 所以下次自己的电脑要管理好 不然别人进来的事 按一下就 就看到 所以原则上 你重要的帐号密码就 比较蠢 如果比较一般性的 比较没有 太多 就是 重要资料的密 当然存起来那就没关系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OK 所以这个是 在Google浏览区里有这样的功能 事实上这里 同步的部分 我不知道老师需不需要 因为像比如说我在家里 在工作室 我如果说我工作 我工作室那边电脑 看了哪些网页 我可以直接从这边就直接存取 也就是我不用担心说我今天 在家里面 工作的时候 我能不能接上我在工作室那边的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这边 您看这里 我的最下面这里 有没有叫R2Device 在这里 这样都看完了 R2Device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直接网我的 不同电脑的 你看 我在家里面16小时之前 我只要用这些网站 我就可以随时直接存取 就很方便 而且我的 所有的网络记录都是同步的 包括我看过哪些 帐号密码都可以一起同步 其实这个 部分就是说去打造一个什么 打造一个 没有限制的办公室环境 我不需要说一定要在这里才能够工作 对不对 利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 像这样去做 那么 再来给各位看两个东西 如果他自上现在有这个所谓线账商店 线账商店 自上线账商店如果在 自卫型手机上面就是所谓APP 那 但是他不只是这样子 有一个比较 几个比较特别的给老师看一下这个 叫做人体浏览 这个东西 我刚刚有特别先开了 在这里 有没有 这是即时的3D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 当然这个前提老师的那个显示卡要支援 他有一个叫做 Web GL 原则上您如果使用Windows 7都没有问题 SP的应该就不行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好像是英文了对不对 没有关系 Google的它是可以翻译成中文的 可以翻译成中文 那么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这里 有没有 把你 其实我刚刚应该先把它翻成中文 再看一下 因为翻译成中文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翻的还不错 而且这是即时的 你可以直接看到就是说人体的一些架构 包括你的器官 或者神经系统 那个所谓的血液系统 循环系统都有 那可以即时的这样做 所以以后那个医生有没有 要开证明的时候 他有图钉 像 像我们 讲那个 书签有没有 直接地面在那边 你的问题在这里 哈哈哈 而且他右手边 像这个 你现在这样看 对不对 我说这个都是即时的 你看 这个叫 这个叫做胸骨饼 对不对 这个叫做胸骨饼 对不对 这是锁骨 锁骨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去看 那这个呢 这个是消 这个是消化系统 你可以把 人 有没有 我就可以 如命 看得很清楚 大肠 小肠 肠光 对不对 酥尿管 这些都有 然后呢 你可以看 你可以选择要开哪一个 这个不太适合老师看 有没有 这一步的 而且其实 他也可以把这个骨架拿掉 你可以直接进来看 直接做旋转 右手边的其实应该给各位看那个翻成中文的 因为 右手边他会把 这个你现在看的这个系统里面常见的疾病都列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查询是就很容易啊 就很容易啊 气管是气管对不对 你看 肺的话你是左二右三 肺液啊 左边两个右边三个 知道吗 所以 我想说这个对 如果老师您 想要做一些生物的一些教学 不算生物 人体教学 哈哈哈 这是也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所以 您如果再用Google浏览器 您看下面这里 这个是网页的 右手边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线上商店 有没有 你可以把你比较常用的那个层次 加进来 那我下次就好像数圈一样 我就可以直接点过去就可以直接用了 所以这算比较特别一点点给大家介绍 那在时间可能就不太够了 所以可能其他的呢 我就 没办法跟大家介绍 那没有关系 就是 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就 看看 我们那个老师的那个什么 在这个上面都有 应该有我的那个联络资料 这样 应该有送 我忘记有没有送 没有没有关系 您可以就是到网路上找一下 应该就可以找到我的资料 因为我们上课还是有提供售后服务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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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